Hello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Coming of the Storm 我們這次來到的是第12層 這一層呢確實不是很好搞 很多地方呢比較狹窄又敵人比較多 不過慢慢處理的話沒有什麼問題 馬上呢我們又會遇到兩種新的敵人一個新的武器 一開始呢順著這個右搶走 然後這個地方呢會有一個武裝SS 然後前面呢會有若干的武裝SS過來 最好呢稍微主動一點往前走 不然的話他有可能最後人太多圍過來的時候呢很難辦 所以注意好周圍的狀況然後應戰就可以了 打到這個敵人差不多的時候應該 我覺得可能還有一個但是他可能沒那麼快過來吧不好說 這個機槍隔壁呢是秘密地點 還有一個就是說還有一個通常都是有一個掉隊的 這裡頭一條命拿了直接 啊離遠的見到一個 最好不要在這種地方使用火焰發射器啊 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會打到什麼東西 然後就自己中招死了 那麼繼續踢了右搶走 啊這裡沒有 你記得這裡有一個 還會有遠處還會有兩個還是怎麼樣 剛才好像聽到還有一個人喊我一聲是吧 是的還有兩個 反正這一關呢一定要小心 如果隨便亂來的話呢很容易出大事 在這個步槍隔壁呢有一個第二個秘密地點 裡面是金塊 好的 注意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這裡嗎 然後過來這裡 這裡 沒有 這裡呢我實在不確定這個看到我的人在哪裡 不過聽到他喊了之後呢我一般都會在這裡稍微等等 他會自己過來的 可以看到這個是金色鑰匙門 那說明差不多就結束了 這裡有一個 然後這裡有一個 好了 那看到 看到這兩個 步槍子彈就知道我們繞了一圈回頭了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是繼續沿著這個右搶走 找到第一個門 就在這個秘密地點的隔壁 這個是唯一一個我們可以走的路了 在進去之前呢我先 把中間的這個新武器拿到 我們拿到的是 Flame Thrower 火焰發射器 這個武器呢等一下我就會用 然後這個武器呢 除了打倒敵人之外呢 還有一個很神奇的用途 至於這個很神奇的用途是什麼呢 到時候等一下就知道了 進來這裡 左邊這個是秘密地點 兩個寶箱 這個火焰發射器呢是這樣的 先說一下這裡還有一個不會被觸發的衛兵啊 稍微小心點 他是這樣的就是說他雖然看起來他的火焰很小 但是他的判定點還是相當大的 所以很多時候他經過敵人身邊 就已經可以把敵人給燒死了 這就是他的優勢所在 順著右搶走 這些門就可以了 這個是正路我們最後再探索 我先把這個門裡面的尖 好狗不咬人啊 聰明你是個壞狗 這裡如果沒記錯的話 沒什麼秘密地點 應該沒什麼秘密地點 好了 然後這個房間 我們可以用一下 有沒有發現一個什麼問題呢 這個門好像不會關了是不是 是的沒錯 這個火焰發射器 最神奇的用途就是可以用來開門 除非敵人穿了這個門 否則這個門是永遠都不會關上的 進來之後 右邊這個地方是秘密地點 那這樣的話在一些 不是很好撤退的區域啊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火焰發射器 幫我們開門 像這個地方 開了門之後呢我們就可以 慢慢地打了 這個敵人是不會出來的 因為敵人是不會出來的地方 一般才會用這個東西 所以用這種做法 所以說 不用擔心敵人穿過之後 會關上這個負面效果 這敵人根本就不會路過那地方 然後呢記得先看看中間這裡 中間這裡一般都有兩個SS在 三個 好了 這個是入口 我們從入口呢 從左牆開始探索 那這裡呢用這個來開 一般呢就會有很多的武裝SS出來 注意小心點 右邊的那個門呢 有可能也會從那邊出來 不過機會比較小就對了 進來之後還有兩個 還沒打完 左邊有一個 右邊呢有一個 推動這個骷髏頭 這個是一個秘密地點 裡面呢是火焰發射器的燃料 然後呢這邊這個 納粹萬字的花圈 秘密地點是四個藥包 順著這邊走 這邊呢是更多的食物 準備好這個槍 這裡頭呢有一些寶物 不要漏了 還有一個武裝SS 走到這邊呢 就是我們真正要去的路了 我們可以用這個來 稍微那個一下 也可以看到這個火啊 其實沒有看到敵人 就已經把他燒死了 所以說 他就是那個命中判定超級大 然後呢如果喜歡爆米花的朋友 感覺是不是有點像爆米花 發射器 這三個門裡面呢 有一個軍 最近這個是軍官 然後中間是高等軍官 後面是高等SS 第一個門的後面 秘密地點 兩個盛虧 第二個門我記得好像只有寶物 第三個門 左邊這個畫像後面是秘密地點 是一條命 是嗎 是一條命 等一下再回來拿吧 可能無所謂 因為裡面還有一條命 拿了吧那就直接 然後這個門裡面呢 有一大堆的敵人 我們再次 開門開門 我們用這個辦法呢 就可以 讓這個門都保持開 開氣通暢的狀態 這樣我們可以很方便的撤退 然後呢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Trancross的克隆體 他好像是不會出來了 不會出來其實是個好事情 我們就站在這個地方就行了 這也可以看到這個火焰發射器的巧妙用途 是不是很厲害 好了推動這個騎士 然後這個騎士 背包一條命 然後這邊呢是一些寶物 好了記得拿到他釣出來的金色鑰匙 看看這個子彈我拿完沒有 沒有 拿一下吧那就 好了264還不錯 原路返回 原路返回 但是呢不要急著衝到外面那個倉庫裡面 因為呢 不知道怎麼呢 他就觸發了 五個武裝SS 所以 我們這邊最好呢 先把它處理掉再出去 一般他們都會過來的 三個 四個 五個 然後呢順著右翔走 這五個 武裝SS 就是排在這個 這個區域裡面 呃 後 去打第一個 那時候呢他就會被觸發 這裡還有第二個 不知道他出來嗎 可能不出來 但是呢我們也有這個 神奇的招數可以讓他不出來也無所謂 欸敵人呢 好的 可以看到這個火焰發熱器的這個輔助錯用真的是很厲害啊 把這些東西都先留著我最後再回來拿爭取蠻子彈 好了馬上會見到我們的新敵人 是科學家 科學家呢有兩種 一種是這個 黃頭髮的 一種是白頭髮的 那種老頭科學家 老頭科學家呢他是會扔這個飛刀的 傷害比較高 然後普通的科學家呢是使用這個 手槍 就有點像衛兵一樣而已 這個是老頭科學家 不過已經死了 我覺得保留一下這個子彈比較好到時候 誒誒誒誒我又把他忘了 這一關呢有一些這些敵人啊不會被槍聲所觸發 然後你衝進來的時候不小心吃了個陰招是經常有的事情 先走左邊這房間 有四個科學家 還有一個 出來 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說的那句話 好像在說 幹你姨母 那種感覺 我也不知道 我是聽不懂他說什麼 好了那繼續順著這邊走 左邊這兩個門呢是連到剛才同一個地方 那我們右邊的這個一個一個探索 這裡沒有 這裡呢有兩個便衣人 這些實驗體的便衣人呢是不會復活的 他不像後面的某一個MOD這麼厲害 可以做到他們有動態的效果 不要被他嚇到就可以了 這個門呢是銀射鑰匙門通往出口 我們只能走右邊現在 進來之後呢有三個武裝SS 打倒之後呢 這個門沒有任何東西 不要 就看一下 這個泥漿是會掉 這個毒液是會掉血的 右邊這個是銀射鑰匙門 到時候我們拿到銀射鑰匙之後 會從那邊回來 那我們現在衝這個過去 再次使用這個東西來 保持這個門的開啟 這樣的話很有優勢 原因是 裡面的兩個 兩個突擊機兵呢是不會出來的 然後呢我們如果在門口 跟他打的話呢又沒有優勢 所以這邊的話 我一般都是利用這個方法來開門 終於死掉了 但是我的血量也不是很多 不過無所謂 這裡 這裡可以補 這也是為什麼我說這個狹野區域 就相當危險的 如果利用這個火焰發射器的那個 特殊功效的話 確實很方便 這裡直接一發把這兩個便衣員給清掉就行了 然後進去之後呢是科學家 是老頭科學家 好的 拿到一射鑰匙 那我們就說就從這邊出來了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這裡頭呢是一個老頭科學家加兩個突擊機兵 不是普通科學家 不是普通科學家 這個地方還好因為我們出路還是比較多的 推動後面這個牆是最後一個秘密地點 把中心拿上 然後呢我們從這邊原路返回來到這裡 把最後一個敵人打倒 之後就出去撿點子彈好了 好 子彈越多呢絕對是有優勢的 這個是不用說 火箭的話直接滿了 這邊的話可以右轉再拿到這個 現在還差STG的子彈嗎 我來看看 這裡還有很多火箭 其實這關的火箭可以隨便亂用都可以 199 那200 很好 原路返回到這個裡面 我打的比較慢啊 如果你想打快一點的話沒有任何的問題 我怪 這一關還是非常有挑戰性 又覺得 怎麼說呢 也玩得比較暢快的一關吧 只是一開始那個地方呢 我老是死在一開始那個地方 就是因為不太主動去迎戰這些武裝SS 後來之後知道了這個主動迎戰的優勢之後呢 基本上採取主動迎戰的模式都沒有死過了 然後拿到我們的新的武器 這個新的武器呢 是我偶爾機會發現它有這麼一個用途 然後發現這個用途實戰意義非常的大 可以看到這次呢 我已經應用了這個特殊用途很多次了 然後得到了不少的便宜 得到了不少的優勢 這也是這個武器有趣的地方吧 好那麼今天視頻就到這裡結束 我們下次見面是第13層 我們下次見